耶和华军队的军规 作词奉命以利亚 神家做事有法则 基督军队有法规 世界法规都遵守 公司法规不敢犯 军规命令谁敢犯 法规法则是底线 世界法规都如此 基督法规不闹完 韩主悖逆无意义 遵行旨意去天国 教会管理有规矩 去往天国有保障 旧约时代是警戒 以色列人被预定 耶和华神与同在 神的子民出埃及 灵粮灵水都尝过 但是结局不咋地 一些信徒造牛犊 一些信徒狄摩西 一些信徒抱怨神 军营长老抢职份 可拉一挡建教派 无视军规践踏神 拿神起来闹着玩 摩西大喊震天地 反属基督战过来 两大阵营马上分 摩西指示杀敌营 两军交战互相杀 耶和华神用火烧 地狱敞开吞敌方 审判攻击不留情 分别为圣神加起 只留真正敬畏者 扫罗献祭背逆神 顺服旨意圣服饰 不懂服饰瞎胡闹 自我定义没有用 没有标准去服饰 践踏基督和法规 细节标准是参考 不是服饰就是好 方式错误敌基督 新约法规基督定 同走天路不玩笑 人人都要去天国 无所谓者别拉人 自己不去害他人 地狱之子要分辨 这样信徒不来往 一端邪教远离他 假道假信敌对他 爱慕世界拒绝他 犯罪成瘾弃绝他 谁跟你们闹着玩 不去天国别烦我 一起聚会沾染我 这种信徒断来往 教会法规驱逐令 圣洁无暇等待主 弟兄之间有矛盾 几位弟兄听见证 错误一方不承认 提交教会来判决 依然不认就提出 这种信徒如不信 基督审判也如此 draußen既敌人 不认识 ? 他rod生的言 Ca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